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来到本期大帅观察来观察把绝活杰克拥兵机械贸易家咒术师 这套制容脆了一点 但是这套制容修的挺快的 杰克打这套制容如果上来说抓一个咒术师 我觉得求人者有搞头 抓个机械抓个贸易家呢 我觉得杰克能保平 但真胜的话得看防守 真胜的话真的杰克目前 不是说取决于 单纯取决于杰克 需要看就是防守节奏的 抓咒术师的话真有搞头 这咒术师 对吧 吃一刀一个菇 然后左卫上面吸一个菇 两个菇 杰克这边有闪现 闪现带走野心 闪现带走野心 待会救下来以后再溜 9秒钟 误认好了误认好了 咒术师两成菇 这个菇现在交不太好交 交了其实也走不了 所以说留着吧 因为他如果说没有雾刃 你可以交一个菇 哎 交一个菇 那这边的话下板子就倒了呀 就这个雾刃 在手上面的话 其实这时候是交菇的 一个收益比较低的 就是除非你能扭掉 他的这个雾刃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交 这个菇 收益就比较高了 他是可以让杰克断一手 然后你可以进交互点 然后下板翻窗什么的 再拉开距离的 这边抓到就是救一波 傭兵救一波 外面反正是一个比较快的 一个修机阵容 我们看这边密码机三台 然后加帽也50%输液 算是四台机在修的 傭兵这边蹲着 干扰中场 有一个闪现 这个闪现极高了杰克 宝瓶的一个容错率 但是对于真剩来讲的话 他总不可能打一刀误认 然后闪现过来打一个傭兵的震慑 傭兵这边想卖掉 卖杰克的人 其实是可以不卖的 可以救的 因为咒术师救下来以后 他的一个牵制空间是很大的 他的孤对吧 是有发挥的空间的 但特别是杰克隐身的时候 一个孤让杰克隐身破掉 是巨难受 这边还没盘到 还没盘到 来看见了 一刀误认打 扭掉了 可以 那就打之内了 这边可能想 这边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身位上面贴的是右边的 就等你救下来以后 直接打 打一个针对 漂亮 这波救人 我觉得卡半就会更好一点 卡半就会更好一点 再打一刀 反正就是刷着存在感吧 杰克应该会带一个底牌吧 闪现杰克可能会带个底牌的 待会看一下他这边 会不会底牌切传送来提节奏了 因为外面 虽然说这波就 这波不救的话 全人保平均是可以保的 不是说保一保不了 就这波如果救了 全人是有机会去盘一个盛免的 因为我觉得上来抓咒术师 我自己打杰克 遇到咒术师真的很难受的 我都不想抓 第一波还好抓 第二波对吧 他一旦是咒术师进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点位 你手上没有技能的时候 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我们看一下这边 密码机 这里是基石修一台 然后这边过来直接来找冒人家 这么直勾勾的来找 能找 不得到 我那个老天爷帅呀 这是怎么找到的呀 刚才是爆书页 书页挖书页以后爆点了吗 可能是挖了书页爆点啊 这个细节我没留意到 但是杰克这边的话 找到肯定是有别的原因的 那这里50%的书页 留在外面的话 密码机还真不够 看一下这边傭兵得来救人 傭兵的搏命是没有的 这个人救了 也就是带着书页走 这个人说实话得卡半救 就这波先卡半救 然后救完以后书页吃一道 打 还行还行还行 书页捡起来 这里静隐身 误刃八秒钟 留着技能嘛 留着技能嘛 这边傭兵带着50%书页去外面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穷者这边的密码机其实只修了一台 机械师的娃娃是被拉过来修的 所以说优兵这边的话 他需要去补 那个大门这边的电机 差了百分之九十几 百分之五十数据还差百分之四十几 他修的话呢 机械师如果说 有博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机械师这个角色他想救人有点难 因为知道你密码机点掉以后 你大致的一个方位的嘛 往前顶出来耳鸣有 那这边如果能排行到一个街市的位置 提前走位一赶的话 密码机不够 或者拦住也行 拦住也行 他只要拦住就行 看到密码机在走动 看到了 看到的话这边的雾刃不能交 就捏着这雾刃 等百分百 确认雾刃能打中 好的 这边 把人往外 往外打 密码机能亮吗 亮不了 挂飞 点亮 一刀打 这杰克的小漏风爪 真的是 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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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的话 我觉得杰克的一面纯粹就是 他其实前期的抓人也好 防守也好 我觉得都不 不足以让杰克能征胜的 就是那一波找到貌影家 而且是直勾勾的找到以后 直接秒掉了 留了百分之五十的输液 不是那一波的话 应该是一个穷人者能保下平级的 解释这边 娃娃过来 耳鸣卡一手 还想偷一下 游兵这边已经走了 那游兵都已经不来了 对吧 没机会了 一刀无刃 扭不掉 也一样 走了走了走了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师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